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确定我要找的女人在江城吗 据我打听 你所说的菜谱和所描绘的味道都在江城出现过 派人接着找 只要有人拿出一模一样的菜谱 能做出我想要味道的女人 就是我要娶的 副总 老夫人今天说 您必须要和她今天物色的黎娇娇小姐结婚 如果今天见不到结婚证的话 那她就拒绝做手术 副总 联系去吧 副奶奶 我已经到民政局了 你就是我奶奶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傅先生你好 我是李娇娇 那我们现在去领证 你等会儿 什么都不问 奶奶跟我介绍过 你是我爱集团CEO嘛 奶奶和我说 只要和你结婚 就会给我彩礼 这个女人救了奶奶后 以心想嫁给我 还真是个贪得无厌的女人 我心中是有心上人的 只有她 才是我认定的妻子 谁没有心上人了 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小哥哥说要娶我 哦 这样啊 不过 我会和你结婚的 但是 一旦我找到我的心上人 咱俩立刻离婚 当然 我也会给你一笔 不菲的离婚补偿 你要能接受 咱俩立刻证 你要接受不了 我接受 没想到 为了凑医药费 我竟然这么草率地结婚了 而且还是和 只见过一面的陌生男人 给我拍个照 哦 不是 来 削一个 鞋子 还挺帅的哦 我直接发给奶奶了 你放心啊 我用了美了相机的 我说的是 结婚证给我拍个照 啊 那个 不好意思 给你 奶奶 我已经听你的话 和李娇娇结婚了 好好好 领了证 我就放心养病了 你们不用来看我 我很快就出院了 这夫妻感情啊 是培养出来的 云恒 你赶紧帮娇娇 收拾收拾行李 搬过你那儿去住 好 好的奶奶 奶奶 好 你现在回去收拾东西 把你的行李 搬到半山别墅105栋 后有管家给你开门的 再说明一遍 我让你跟我去一块住 完全是为了不让奶奶起义 明白 嗯 我的名片啊 上面有我工作电话 有事给我打 先撤 老库 先生慢走 哎 副总 这夫人的性格 还挺不错的哈 对了 副总 下一批新药酒店的食材大会 就要开始了 你 还去吗 当然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我也得去看 什么 你和谁结婚了 说来话长 这个我 哦 我知道了 是不是和你小时候 遇到那个走舅的小哥哥 对对对 你跟我说过的 你又是给他做饭吃 又是送他回家的 他喜怒 长大了 回来娶你 你的新婚老公 是不是他 小哥哥 谢谢你 我走掉了那么久 只有你给我吃的 你放心 等我长大 我一定会 娶你 不是他 这都过去二十年了 人家估计早就把我忘了 尼佼佼 你该不会适合那个令了你的沈亿 复合了吧 别胡说八道 我可不爱吃回头草 真是晦气 又遇到你这么个渣男 沈亿 我们两个都分手了 你还来干什么 不干什么 只是来拿我自己的东西 既然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我之前送你的项链 可以还给我了吗 再一起两年 你就送了我这么个破东西 我送你的 可不止一件两件 你现在全身上下穿的都是我买的 立刻马上给我拖下来 一哥哥 他俩好凶啊 你带我回去吧 好好好 咱们走啊 李娇娇 给我等着 你好凶啊 一哥哥你好凶啊 有病 娇娇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李娇娇这么个温柔善良 美丽可爱又大方的女孩子 怎么会留恋她这种账囊 我还闪婚了个 切忆总裁 哇 附云恒 这不是凭着一己之力 打造全球第一的 华业集团总裁CEO吗 他可从来没有绯闻哦 娇娇 你也太厉害了吧 这么个天才霸奏 都被你拿下来 我是为了妈妈的医药费 而她呀 是为了应付奶奶催婚 才和我结婚的 等她找到了 十三多年的新上人 我们就会离婚 果然男人都不靠谱 没事 咱们靠自己 我给你报名了 新药酒店下个月的试赛大会 到时候 全程一流的厨师都会来 你这独一门的厨艺 肯定会凭着这次机会 名震全程的 还是我的宝贝对我最好 这个 哦 这就是传说中一平上百万的别墅啊 给我准备份文件 行 开东城管理会议的时候 我要用 好 来 哎 那个抱歉抱歉啊 我刚来不知道住哪里 就先把行李放在这了 二楼 除了我的房间 自己跳 呃 那个 你倒饭点了 还没吃饭有点饿 你们喜欢吃什么 我来做 傅奶奶可喜欢吃我做的饭了 我今天可以给你们露一首 我都独家手艺 不用麻烦了夫人 我们副总有厌食症 她只吃五星级厨师特制的营养餐 一会就送来了 不如你也尝尝 五星级厨师特制的 对 那我得尝尝 妈妈后续的医药费得不少 要是我能讨傅云恒欢心 说不定能多拿点离婚补偿 傅云恒 这个菜啊 特别有营养 你给我吃点 我一 哎 这儿 这不好吧 你不是有心上人吗 这两者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 也是 财神爷说的话怎么能质疑呢 哎 哎 你干什么 不是你指着脸绕青的吗 我说你这儿有范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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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很好你不能看我的钱 夫人啊 若不是你是他刚娶你们的妻子 早就被赶出去了 副总的心里只有他的心上人 所以你还是注意点分寸比较好 尤其是他的房间 千万不要紧 你倒是说他的房间是哪一间 不跟我说 我就自己找 看哪家顺眼 我睡哪间 这傅云恒 是不是有强迫症啊 每一间房都装得这样 冷冰冰的 算了 就选这间带浴缸的房间好了 让我也来享受享受 有钱人的生活 我爱你的皮肤好好 好的泡泡 好的泡泡 我爱你的皮肤好 你出去 我不 你不 你赶紧给我出去 我就不出去 你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你出去 你出去 出去 大熊 叫什么叫 这是我房间 我第一次来你家 我哪知道哪个是你房间 而且你所有的房间装都一样 我怎么知道 你自己好好看看 床头柜上摆着那么大的照片 看不见哪 我真没注意到 你是没注意到啊 你还是故意的 孤男寡女占我便宜对吗 你要不要睁大眼睛看看 是谁占谁的便宜 我告诉你 不论在任何时候 我对你就四个早点 不感兴趣 明白 拜托 你要不要看看现在是谁 趴在谁的身上不舍得起来 我 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不 你胡说八道 不是 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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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结婚协议上可没说可以结婚这一条 这是另外的价钱 不是你就那么爱钱 你 哎你别装啊 我可没怎么着你 你 喂 我 喂喂喂 疼 你爸爸 啊 我有药 你先拿着我去给你倒水 行行行行 出去 不是可是你 出去 不是 看我 你 有在进我的房间 不是你听我解 你给我戳去 陆云豪 我心里伤害在里面 陆云豪 当老板呢 是不是都有这种洞洞就扣钱的恶习 再给我扣 钱就扣没了 不行 想办法讨好他一下 小时候我做饭 就让人无法拒绝 现在我的厨艺啊 精如火车精 我就不信 陆云豪能拒绝我做早饭 陆云豪 你吃早饭了吗 我给你做了营养早餐 你来尝一尝 陆云豪 怎么是你啊 你们老板呢 那个副总已经去公司了 我是回来帮忙拿文件 这是您做的 是啊 你还没吃早饭吧 这份先给你吃 我 我就先不用了 我得着急去送文件 而且副总也没吃饭 工作再怎么重要 也要好好吃饭啊 放心 文件我帮你去送 顺便再给陆云豪 做份营养早餐 谢谢了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味道这么特别的饭菜 副总有福气啊 肯定会喜欢夫人做的菜 傅大总裁 你来干什么 借花献佛呀 傅思琳说你没吃早餐 我特意给你送过来的 嗯 难闻 难闻 是傅思琳说你只吃一样餐 我才没加我做的菜 以后有机会啊 我一定让你尝尝我的手 不过今天喂了你的胃 先将就吃点呗 没胃口拿走 哎呀 人是铁饭是高 你多少吃点 要不然奶奶会担心的 哎 不听话的话 我可要找家长了 幼稚 这才对嘛 可我认为很小朋友当上一毒笑 小胡欢 嗯 不要刻意讨好我 我对你不感兴趣 这个臭直男 要不要这么自恋 司令 哎 你去通知院长 让他把本月医院的营收拨表 给我准备好 我要看 好 哦对了 你去通知院长 副总 夫人来看他妈妈了 你要去看看吗 康啊 妈的筋不重 你非要我张冲病 转了这么好的医院 为了就是赔你姐姐的钱 这不合适 哎呀妈 他就是你一个捡来的丫头 你管他干嘛 再说了 以后啊 他也是个迟早要出嫁的赔钱货 以后还得我这个娘家弟弟给他撑腰呢 管那要顶鞋怎么了 当心脚就给听见了 你的学费 我的医药费 不都是他挣的吗 这说来说去啊 都怪我 这当初要不是我鬼门心窍的把他抱回来 他也不会同我们一起受这种苦 赵赵 你来看阿姨怎么会把门进去啊 没事啊 我说出门怎么乌鸦叫呢 原来是碰上穷三货了 李娇娇 离开了我家易哥哥 真是一天不如一天呀 瞧瞧这一身地摊货 真是上不了台面 渣男恶女 天生一对呀 你以为你和沈亿就能长久吗 他不过是个见义司机的垃圾 早晚都会把你抛弃的 不用你操心 我已经怀孕了 马上就能嫁入沈家 成为酒店继承人的夫人 而你 这辈子 估计也就这样 你 李娇 不用搭理无关紧要的人 听说你还在一天打三分工啊 真是天生烂灵 注定一辈子都有吃不完的苦 不如啊 趁年轻找个跟你一样的穷鬼男人 免得到时候呀 倒贴都没人要 不过是捡了个二手垃圾 你张狂什么 给你肚子里的孩子几点得吧 算了 不跟垃圾没成 我们走 哎李娇娇 你再怎么说也是个女人 心里肯定渴望 回到我身边吧 沈亿 你不过是个啃老草包的二世祖 哪来的自信啊 夏冉 狗 永远改不了吃屎 看好女男人 免得自食恶苦 你 你开什么玩笑 错过了我 你去哪找好男人啊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结婚了 结婚 李娇娇 你就这么恨家 刚被人甩了 就着急找夏业穿 是把没男人要的吧 像你这种货色 去哪找襄阳的男人 是跟你一样不入流的打公仔 还是吃地宝的老大爷 哈哈哈哈 像我们一颗颗颗这样 有权有势的富二代 那是提示登陋 都难找到的好男人 你错过了他 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你妈没完没了是吧 李娇 李娇 急了 动手前也不踢了踢了 你们的二两件骨头 你们两个身价夹起来 就不是我们一哥哥 一根手指头 让开 因为就你们这种货色 不配我夫人出手 老公 你怎么来了 那谁啊 他就是李娇娇老公 看着好凶 他有点耐用 这里是医院 不是垃圾中转站 扔出去 不要 我们自己走 你给我等着 别走啊 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你不也很嚣张吗 哑巴了 主要我 我总不能咬过去吧 李娇娇 既然进了傅家的门 安分一点 不要再跟前男友纠缠不清 丢我傅家的人 我哪有啊 周一恒 你不要乱讲话 那个沈亿 站在自己家大夜大 劈了腿还纠缠不清 咱们娇娇分明才是受害者 我保证 下次绝对要回去 下次聪明一点 吵不过知道跑 行 副总 这是你要的医院营兴情况 这是你要的医院营兴情况 你下班吧 哎 副总 您还没吃晚饭吧 我叫人给你送来 不用了 没胃口 啊 好 夫人 副总的没病 又犯了 麻烦您监督她吃点药 放心吧 她不喜欢吃别人做的菜 那我看看菜铺上没有她喜欢的 哎 夫人好 我拿了菜谱过来 你看上面有没有想吃的 哦 喂 李教教你干什么 对对对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很贵吗 我给你赔一个 这是我找人特意定制的 世上只此一件 你拿什么赔啊 你这么凶干什么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只要谁能拿出一模一样的菜谱 做出我想要味道的女人 就是我要娶的人 你你拿我家菜谱干什么 这是你家菜谱 这是你家菜谱 她怎么这个反应 不会是记恨我弄坏她的礼物 想用这个礼物把我家祖传菜谱没收了吧 这个就是我在外面随便买的菜谱 你还给我 哪儿买的 嗯 那个可能就是一个流动摊位 可能早都走了 好 司令 给我查啊 半山别墅周围所有卖菜谱的流动摊位 快 还好我机灵 这个傅云恒这么叫真 还真是个牙子必报的小气鬼 菜谱多少钱 你开价 我要 你就算把所有家臣都给我 我也不可能卖给你的 算了 我找的是人 菜谱她想留着 就留着吧 那个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摔坏的 你这个值多少钱 我赔给你 这个 是我特意请意大利著名手术大师 伊丽莎白定做的 市值一个亿 现金还是刷卡 多少 多少 小心手上踩了绿碎片 回头再把嘴割破了 坐下 那 那谁让你说话那么吓人 一堆玻璃碎片 就值一个亿 手 你不懂 我 我是想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都给她 那 你找她这么久都没有找到 没想过放弃吗 如果那是你最牵挂的人 你会放弃吗 对不起啊 以后 不要再随便进我的房间 不要 不要 没死个巫人 李佼佼你清醒一点 他兄弟很快就找到新上人了 你要赚钱养家 还有妈妈的病呢 别惦记不属于你的东西了 试财大会一定要去 多赚一分钱 离开酒店 就更进一步了 哦 我 副总 试财大会已经准备就绪了 明天会准时开始 明天会准时开始 明天你准时来接我 这次我一定不会再错过你了 也不知道这次的试财会是谁去办的啊 诶快看是副总来了 老师啊 副总 我吃完菜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诶 这个副总的背影还挺像副红啊 李佼佼 你可以选食材了 哦 来了 副总 有什么问题吗 看来是我听错了 李佼佼怎么会在这儿 走吧 我这道独一无二的白雪红梅啊 我这道独一无二的白雪红梅啊 小说就给小哥哥做过一次 包准地让品味满意 再炖个十五分钟 等独行蒸发就可以上菜了 林佼怎么这个时候够单了 该不会是我妈在医院出什么事了吧 喂 好香啊 味道 嗯 味道 味道真不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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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总 这是我做的菜 请您品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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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就是我的 我 终于找到你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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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呢 时间还没到 怎么中间了 你们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比赛已经结束了 当然只能回来了 结束了 我看你们的菜都没动了 怎么就结束了 人家副总已经吃到了 心心念念的小时候的味道 当然看不上我们这些 我就不明白了 不就是一个故弄玄虚的白雪红梅 哪那么大魅力 唯一会做这道菜的 不是只有我吗 你懂什么 人家副总这么大动干戈的 哪是选菜呀 分明是选费 已经挑到了自己中意的人 当然没必要浪费时间了 真羡慕那个赵雪儿 以后就飞上之头变凤凰了 不 那倒菜只是个半成品 没煮熟吃的 我快出头堵他 看来又是个不认命的 那又怎么样 难不成他还能挤走赵雪儿 自己当总裁夫人 没想到一盘菜就拿下了傅云恒 真是天之我矣 终于找到你了 思琳 我找到我要去的这儿了 给我准备三千万 通知李佳佳 离婚 好 走 爸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新药酒店总裁 试菜大会的主管 帮我当然在这儿 对了 你来得正好 咱俩离婚 不是 等会儿 你吃这道菜了 怎么了 快动出来 快动出来 这道菜是我做的半成饼 没煮熟吃的话 会出人命的 快动出来 不是 你 起来 菜不他做的吗 怎么成你的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看副总赏识我 做了梦令我做了菜 副总 你要借我煮出公道 这道菜明明是我做的 怎么别成你的了 菜到底谁做的 是我做的 不信的话 副秘书 你去掉镜口 你不就是想叛高知吗 你害怕副总和你离婚 用这种下三满的手段 来挽留他 李小教 之前咱们有言在先 只要我找到心上人 咱们立刻离婚 你现在闹立出干什么呀 顾元航 我是耐住 拿生命开玩笑的人吗 这道菜的原料 是野蘑菇剑手轻 如果没有煮熟吃的话 会出人命的 副总 你没事吧 我现在给你个解释的机会 这菜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肯定是炸我的 我不能吃 这个菜当然是我做的 那些话都是他编的 副总 不是 中毒最多是昏迷兔白沫 他怎么吐血了 不讲菜里有毒 好玩的 居然还下毒摸害副总 你多一辈子再进去吧 我说实话 这个菜 不是我做的 副总 我是无辜的 还敢骗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菜 是他做的 不相信的话 可以掉监控 副总 你先别这么激动 啊 副总 我直接带他去 这罚书 才真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原本是想着把我家的祖传秘方发现光大的 没想到我接个电话过分 菜就被端走 哎 你吃肚血不关我的事 不能扣理会 什么的 你 对 朱总 您这就怎么了 脸上怎么这么长白呀 不行不行 你得赶紧送他去洗胃了 对对对 我还是一 你跟我走 副总怎么样了 医生说 副总的身体没什么问题 我给你炖了补汤 你喝点 副总 这可是夫人亲手做的 你跟我说实话 昨天晚上的本菜谱 是不是你们家祖传的 你怎么知道那是我家祖传的 我跟你说 你千万不能打他的主意 那是我的命根造 终于找到你了 没想到兜兜转转 我有娶的人 就在我身边 而且还已经是我的妻子 什么意思 我八岁那年 走丢了 是你陪着我 把我送回家 还做饭给我吃 还送了我一本 一模一样的菜谱 原来你就是当年那个小哥哥 副总 我知道错了 还好没有影响到你们两个相认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照顾我吧 如果不是我今天躺在这儿 你恐怕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啊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人 连半点厨师操纣都没有 你以为你道歉 我们就要接受啊 把他送去直发叔 是 走 副总 副总 我知道错了 副总 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没想到 你低调的取了这么优秀的一位夫人 她做菜的手艺 肯定是 枪成头一份啊 以后咱们酒店 有夫人做的菜 那肯定是 客源不断啊 谢谢你的认可 不过 我还有自己开酒店 过不上这边 娇娇 星校酒店就是现成的 你何必自己平地起高楼呢 那毕竟是你的心血 我不好坐向其成 在我娶了你的那一刻开始 我的 就是你的 而且 若非当初你救了我 哪有我现在啊 这也算是你自己种下的因果 不算坐向其成 那这么说 我是给自己培养了个富豪老公 夫人 星校酒店 全体员工 期待你 历历之大 不不不不 是我要向你们多学习 我可以先从后厨做起 你也不用跟他们说我的身份 免得心事动重 行 我听你的 我这就回去安排 明天早上 你直接到总经理办公室就行 不总 你好好休息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原本要扣多少离婚部长 三千万 这么多 那我现在不是退了 我现在整个人都是你的 不比那三千万之前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正经一点 我打算带你去接奶奶 把这个事情呢 和他老人家说清楚 让他放心吧 好啊 我也想奶奶 完了 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不是 你就不想让我 见下你的家人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没那么着急 等我酒店工作上手以后 再说吧 灵灵 都可以你帮我照顾妈妈 她现在精神好多了 哎呀 跟我客气什么 狗富贵 目相望是吗 对了 我得告诉你一个秘密 富与约红 就是当年是要娶我的小哥哥 什么 我之前说什么来着 你们俩也太有缘了吧 那我以后不得改口叫你 总裁夫人了 哎呀 这别打趣我了 我有一个事情 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现在还有你担心办不到的事 说真的呢 你也知道我家里情况 妈妈病重 弟弟有所好心 今天福元恒说要去跟我见家长 我都没敢说话 就怕给他带来麻烦 哎呀 我的宝子 现在这些事情是事实情况 与其在这担心 不如借着酒店的机会充实自己 这样才能改变现状呀 该怎么做呢 好难 佼佼 你回来了 我去做饭 不给你发信息说过了吗 我在这儿应酬吃过了 忘了 今天晚上咱俩一起睡吧 啊 啊什么呀 这几年净顾着找你了 都没睡过几个呼吞叫 年纪轻轻啊 身体都好垮了 那你先回房间等我 我保证啊 要让你舒服的不得了 好 智晓 来了 床都暖好吧 不行 这个姿势不方便 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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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哎 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 谋杀清复你李佼佼 傅伟衡 我告诉你了 你可千万别小看我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力气大 我这一同操作下来 保证你睡到一天 你你快下来 你 咱俩 我觉得咱俩之间 还是更多的应该有一些 心灵成就 焦虑 嗯 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看 哎 谢谢老公 还有这边 哎哎 李小笑 李小笑 啊 你 等做好这个事实在外头啊 需要请全程的客人 报时候请示名利叉叉 好 不愧是我赴宁恒问的女人呢 那 通知酒店上下 全力配合夫人 夫人 这是咱们酒店这个月的经济计划 你看 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想举办个全程试试会 一来能提高酒店人气 二来呢 我们也可以及时得到顾客反馈 提升菜品质量 你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吗 这个想法太好了 夫人有什么需求 尽管吩咐 答应这么爽翻 怎么办 搬车啊 夫总早就盯住我们 全力配合你 你就尽管大胆的做 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他会在背后给你兜底的 他对我怎么这么好啊 那我也得对他更好一点 你怎么来了 你一直都梦不帮我 我当然要头套包脸 我可给你特意动了他 不许说抱话 没想到 我也能过上这种好日子 这就叫好日子了 那你这金贵一尊的总裁生 算什么 没有你 都不算好日子 副总 你看看底下人办个事 你说这 我去说 我去说 都怪你李佼佼 不过是一时小人得意 害我被捐这么多天 我就不相信了 凭二十七口菜的勤奋 傅宁恒能对你有多深的感情 李佼佼 你别让我逮到机会 把你穿下五菜 分着你吃 新澳酒店举办试吃会 天主 这不是被副总看中的赵小姐吗 没想到你也来参加市区会啊 这可是总裁夫人举办的 那当然没理由不来了 不像我们 竟然还得靠请点 看来我被拆穿的事 大家还不知道 傅夫人 放眼前江城 副总已经是万人之上的存在 还有谁 能和您相提并论呀 新澳集团输入的可都是豪门贵族 这是试诗会的客人肯定都不一般 孩子 您帮我们多提些提些 多好说 不是试诗会吗 怎么穿得像相亲似的 赵雪儿 你居然还敢出现在这儿 大胆 赵小姐可是总裁夫人 岂如你直辜大了 赵雪儿 我看是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吧 还想蹲橘子 我看是你欠教训吧 既然对我们副总的夫人如此冒犯 不想再江城混了 现在我人多势众 是个把他赶走的好时机 李娇姐 我不屑自将身份与你争执 我现在给你一个离开的机会 否则待会 就会被人扫地出 我看你是当小偷当上瘾了 连自己几斤几了都忘了 你就是个臭做饭的 还敢口出狂言 大家都过来 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 痴心妄想的女人赶出去 别脏了我们副夫人的眼 我看你们是眼盲兮瞎 这种纠战券巢的把戏都看不出来 凭什么干不走 赵雪儿 你不是自称是总裁夫人吗 把请帖拿出来 让大家看看上面到底是谁 我哪有什么情 都是跟着他们混进来的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 你见过主人回自己家 还要拿请帖的吗 可笑 行 这场试试会 是总裁夫人去办的 你不是自称是总裁夫人吗 总不可能连自己办的活动 请帖都没有了 大家要是不信的话 请帖没出来 看看是谁没有 傅夫人 把你的请帖拿出来 堵住她的嘴 就是 不能让她在您头上撒野了 我 我忘记带了 忘带了 我看你分明是冒充身份 没有请帖 大家不信的话 打开看看 上面的名字 到底是谁 天哪 这上面的名字真是你叫叫 难道您真的是总裁夫人 想人意见吧 一个妄想一步登天 却又毫无背景的女人 怎么可能是总裁夫人啊 沈亿 这里不欢迎你们 你真当这酒店是你家开的了 不过是个走狗 还在这叫小 据我所知 星奥酒店只要有钱 就可以承包会场 你这些请帖 分明就是伪造的 不就是想出一出总裁夫人的风头吗 没错 我根本就没有举办任何活动 我就是来揭穿她的真面目的 天哪 他想当总裁夫人 想疯了吧 副总 有位自称夫人前男友的人 在大庭闹事 李佳佳 要不是你的前男友仗义直言 只怕大家还要继续被你骗下去啊 他就是个被玩烂的货色而已 之前啊还想打我家一格格酒店的主意 没想到最后落了个人才两空 下人 沈亿 你们带头造谣污蔑我 是要犯法的 真是可笑 你还是没认清楚 你我之间的差距啊 别以为以色尚尉 你就高人一等了 爬得再高 也不过是烟雾鞋舌而已 以为自于身份尊贵 却早已把良知踩在脚下 沈亿 时宜适应 别以为我奈何不了你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总裁夫人 我倒要看看 你能拿我怎么样 李佼佼 识相的话 赶紧给我们跪下道歉 我在考虑不把这件事情告诉副总 否则副总来了 就是你的死期 副总来了 我傅云恒的夫人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论短长啊 袁恒 你怎么会来 我若不来 怎么能看到这帮货色 在这我地方撒眼 放心 有五三 没人欺负得了 副总 冤枉啊 我们真不知道她是您的夫人 是啊 都是误会 误会 我亲眼得见 容得你们抵赖啊 都是赵雪儿鼓动我们 我们都是被她带起揍的呀 副总 你听我解释 赵雪儿 上次你冒娇娇之名害我中毒 如今又帅中七堂 这事 完不了 来人 算了算了 这场试试柜 本来就是要招待这些客人 大乡酒店的名声的 何必为了他们再次输底 让他们离开就好 赵雪儿 跟我们出来说个清楚 哎 沈大神 还没轮到你呢 找什么急 副总 这都是误会 我跟焦焦可是老相识了 我们怎么会欺负她呢 小焦 看下我们同学一场 我需要多恶心自己啊 才会想跟你当同学 难不成你往我身上泼脏水 我还得感激你啊 沈亿 你之前恶意竞价的事 我已经上报肩膀局了 你好自为之 总算清静了 焦焦 下次再有这种事 提前统治吧 啊 云恒 我有自保能力 干嘛要像个小孩子一样 一直受人保护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不想让你太辛苦 更不想让你输回去 你为我做的这些啊 我都明白 我也很高兴你能来为我撑腰 但是云恒 我希望你能更相信我一点 就算你没有来 我也会处理好 像刚才那样的事情的 好好好 只要是你的主意 我全力配合 只是可惜啊 这次的活动 被这帮人搞得屋檐瘴气了 白花那么多钱了 这不由我在吗 我给你兜底 你花的还有我这么多呀 我的副大总裁呀 最会正强 但是你做饭改变我好吃吧 走 再回家 给你做饭吃 走 走 李娇娇 每次遇到你都害我丢脸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去主演江堂 省得感冒了 你算了吧 这事让傅思林去干了 你现在赶紧洗个水水桶 这个天气啊 就别让蜂蜜石来回跑了吧 烧开水很快 你就听我 我的吧你 不如好 我发现你多喜欢先长后方 因为这招对你才管用 我抗议 抗议无效 走了 佳佳佳 头发都没吹干 去哪 副总 您哪懂长头发的骨啊 吹的很累的 行 我帮你吹 干嘛呀 很痒 你后见了个新型胎肌很漂亮 是吗 我 我都不知道我有胎肌 啊 你妈妈没告诉你啊 她就是你一个捡来的丫头 佳佳 如果 我的家庭很复杂的话 你会嫌麻 我嫌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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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我把你脑袋淋水晃出来 天底下还有 你老公解救不了很麻烦 你生什么网友是谁 可是 没有人会想一直被麻烦的 我真应该敲开你脑口看看你脑子里装些什么 我是谁 我 想喝姜汤 斯林带来了 走吧 阿姨 最近啊 恢复的不错 马上就可以出院了 那就好 虽然娇娇赚了点钱 可是 我这这么好的病房 心里有点不踏实 早点出院了 早点给她生点 哎呀 阿姨 你现在不用担心这些 咱们娇娇以后啊 也花不完的钱 这娇娇 最近很少来医院了 她到底在忙什么呀 她忙着 妈 你可不能一个人想服就不管我的呀 你看看 我现在还在长身体呢 我姐一个月就给我五千块钱 我看呀 她就诚心想饿死咱离家的毒苗 靠 你一个高中生 读的是义务教育 交完那些学杂费 还不够你用的吗 你是离家了谁啊 关你什么事啊 让开 妈 你以后 让你死丫头一个月给我打一万块钱 要不然 你出院了 我可不能保障继续照顾你 你要知道 只有儿子 才能给你养老送终 别给我在这动手动脚的 我告诉你 咱们娇娇现在是傅云恒的夫人 你要是以后对阿姨不好 一分钱都不想捞着 什么 玲玲 娇娇怎么成了豪门夫人 她不是被骗了吧 我就说凭黎娇娇的姿色 高定谈个小老板 没想到居然嫁给了傅云恒 这破天的富贵 总算让我遇着 黎娇娇这个死丫头 飞上枝头变凤凰就不管我了 我高定找他算账去 不行 我得赶紧跟娇娇说一声 李康是吧 你是谁 不重要 就凭你这副打扮 想进富家 犹如登天 用不用 我直接把你找到李佼佼了 李佼佼 没想到这么快 就被我找到了你的死血 顾总 已经调查到和你妹妹肩膀上有相同心情猜忌的年轻女人 就在江藤 您在海外的事情如此强大 为什么还要隐瞒身份 穿得这么苦衷不来找人 自从二十五年前弄丢了刚出生的妹妹 股价上下群就需要 不知道出现了多少冒牌痕 这次我不想白费西区 你即刻去找人 这期间我就出在星药酒店的消息 是 弟弟要来找我 可能让罗索负药 站住 我有钱 想进去开房休息 你平时不让钱 生地摊货 谁知道你的钱是真的假的 赶紧走 别隐藏我们做生意 他什么看呀 你脸穷酸 怎么 想赖蛤蟆是天鹅肉打我的主意 别不拿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配不配 我好都能站在这 连碰都没碰到你 你凭什么无比人 谁知道你会不会像一个流浪狗 一样那样 还不敢走 你变了吗 赶紧走 走 别碰我 别碰我 我星药酒店从不以往去 赵小姐 你越走在跑了 李家张 你现在依妃冲天 嫁入豪门了 就不管你的年迈都病得老妈 也不管你那年幼的弟弟了 你真是怎么救护现在女生 想告状 我告诉你 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也是我有理 李小娇 你不能自己想死了 就不管家里死活了吧 李康 有什么事待会再说 凭小客人 凭什么待会说 家入豪门了 就不把我放眼里的 还想对女人入手 你算什么男人 关你什么事 你不会就是李娇娇 养的小白脸了吧 臭丫头 我告诉你 你别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 被傅佳修了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嘴巴放干净点 哎呦 堂堂华月集团 傅佳 傅余晃的老婆 才在我俩的挑白脸 他打人了 杀人了 大家快来看啊 李庄 胡说八道些什么 先丢人是吧 行啊 没有一千万 你休想打发我 妖娇 我看你怎么安心当中才富人 傅佳俊 你可真是一时半会儿也离不开夫人了 傅佳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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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人闹事儿 李佳佳 我告诉你 你要么不要钱 要么不要脸 不然你休想打发我 李佳佳 我告诉你 傅佳俊 你终于来了 没事 又我在了 你就是傅佳 我是你小舅子 我是你爸爸 这个臭丫头 天天吃我家的喝我家的那么多年了 医生郭康就结了婚 你总得给个交代吧 别废话 直接说 要多少 一个亿 断他 这样我们两家就两亲了 李康 你别太过分了 我是人不是商品 你在这儿明晃晃的敲诈勒锁 还影响我们酒店的正常营业 走 跟我去植芒鼠书相处 是一个女人叫我来的 又不是我在闹事 老实点 放开我 李佳佳 你就看着别人这样欺负你弟弟 李佳佳 算了 我也不想跟你闹下去 四点 把他扔远一点 再来闹 直接送植芒鼠 是 我走 我必须尽快找到妹妹 真不敢想她是否也过了这样水上火热的日子 抱歉啊 我这是让他们给你准备客房 这个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联系我 其实我这次来江城是为了学校亲人 人人定不熟的可能还真需要你的帮助 那跟天见 江城 江城 人生 一切无我的 远航 我有话对你说 我 其实 江江 我娶的是你这个人 至于其他的 不重 远航 我希望不管李康做什么 你都不要因为我的关系而妥协 其实 我是离家抱养的孩子 家里人太惯着他了 所以才不把我当自己的 我 不想麻烦你和奶 我和奶 就是你的家人 没有什么麻烦不麻烦 嗯 以后有我们护着你 谁还能欺负你呀 走 今天我下水 请黎大厨品尝指点 好 那我就先尝尝 天呐 怎么会这么甜 他不会把白糖当做盐了吧 感觉 怎么样 太好吃了 你还挺有天赋的嘛 什么哦 来来来来来我尝尝我尝尝 怎么那么甜啊 我放放缩调料了吧 你还烦得过来 不算笨吗 扔了扔了 我让福德林再送一份新的过来 没事我就喜欢吃甜口了 吃什么甜 陆云恒 你又这么不正经 妈 夫妻两口子之间 你有多正经啊 焦焦 我已经安踪好了你的家人 以后 我为你在自己面对了 谢谢你 我跟富云恒 除了结婚登记照 连张正儿八经的婚纱照都没有 貂身好看的衣服 再喊富云恒去拍照 完美 可笑 就算你穿再贵的衣服 也遮不住你骨子你的从算器 又是你 上次就是你把李康带来帮 完美照算账呢 哦 你有证据吗 矿钱的小子 还是你的弟弟 不要是你 我真的不好意思 再巴着福总了 一家子都花他钱 你得意什么你啊 李小姐的事还轮不到你智慧 不是那个穷小子吗 李娇娇 你可真不挑呀 什么不三不四的男人你都要 富云恒知道你招风一点 你最好把嘴巴放干净点 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别 赵雪儿 你有完没完 你不是想穿这件衣服去拍婚纱照吗 我告诉你 我赵雪儿得不到东西 你也别想要 你真是不可理喻啊 要 你想成为护花使者啊 那不是帮他买单啊 要是没钱的话 就给我闭嘴 这轮不到你充老大 区区两百万的衣服 我可以买单 只怕你不能为你的座位买单 对了 布总 你有什么吩咐 把这个胡作非油的女人赶出去 我不想在这里看看她 是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赶我出去啊 我们顾总可是军益集团的总裁 这个厂上有他一半的公司 你说他有没有资格赶紧出去 就是那个全球排绵秦三的金融公司 军益集团 他就是总裁顾如风 重新认识一下顾如风 没想到顾总这么年就我呀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对你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你去叫我吩咐吧 就当我们是酒别双风的朋友 我可以请你吃的蛋了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副总 夫人的家里是都处理干净了 现在谁还能欺负夫人 您没必要像个卫星一样 在夫人身边转转转去吧 我们俩感情基础和很薄弱 需要培养 所以 一个孤家寡人打听这要干什么 你懂吗 啊 副总 我明白了 您是有危机感 呃您知道 有人想 撬你墙墙 谁能撬我的墙 他怎么在这儿 是 我就说那小子看佼佼眼神不对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副总 这钱包是那个人的 要不给他送回去啊 送回去 啊 你也病了 不给他用垃圾桶就不错了 你没看他撬我去 是吧 嗯 还跟焦焦吃猪锅晚餐 我都还没吃上呢 来 司令 接夫人回家 是吧 副总 咱再不把钱包送回去 夫人他们估计要吃霸王餐了 我只负责从天而降带走我媳妇 我管她去死了我 吃好了吗 嗯 我钱包呢 身上一分钱没有 敢请我媳妇吃饭 司令 哎 告诉餐厅的人 有人吃霸王餐了 好 哎呦 李远航 你怎么又出现在这儿 我 路过 你 该不会是以为我和顾如风在约会 在吃醋吧 顾如风 这么熟了 知乎齐名了都 你乱吃什么肥醋啊 我们两个才第二次见面 是因为赵雪儿找我麻烦 他帮我张一直言 公表都来 所以才约饭呢 那你没事吧 放心 我没事 现在你知道来龙去卖了吧 我去帮他结账 哎 他钱包丢了 又不是手机丢了 餐厅还能扣他 你怎么知道他才能扣 嗯 不会是 傅云恒 请放给我 哎呀 他口口说声说找妹妹 还有心思请你吃饭 他嘴里有实话吗他 傅云恒 你脑最多想什么呀 我 哎 哎福总 福总 哎 福总 那个人 不是钱包丢了吗 嗯 他就疯了似的跑了 说什么里面有找他师徒妹妹的重要信物 你看这个 找他妹 哎 哎 我们副总 点到里面顾总的钱包 让我送过来 谢天谢地 再找不到我们顾总真的就要疯了 这里边 不就有几张卡 和几个现金吗 哦 还有一个小女孩照片 至于吗 这个 这个是我们顾总妹妹 刚出生没多久就丢了 只有这么张照片 宝贝她不得了 那 这个你们往哪找啊 这不无异于大海捞针呢 顾总妹妹今天应该也二十五岁了 不过她右边肩膀上也怪心形的猜忌 就流落在江枕 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行 祝你们早上能找到 辛苦你的 没事 本来是想找顾如风套近乎的 没想到尽有意外之心 心形胎计 李娇娇 凭什么你有这么好的名 这次顾如风的妹妹 当地 佼佼 我这床给你暖好了 佼佼 别生气了 我错了吗 亏人家今天还想跟你去拍红杀照 给你个惊喜 现在啊 没心情 哎呀 那我哄你好不好 哄好了咱来去拍 啊 哎呀 嗯 啊 啊 傅月航 你说狗的你 一模一样的胎记 傅思琳说 顾如风在找妹妹 难道 就是佼佼 佼佼 这样啊 我去确认一件事 等这件事情确定好了 我给你一件行 好吧 书目都对 张经理 把这些送到后厨吧 好嘞 佼佼 干什么呢 你来的正好 等我啊 用那些面粉 研制出了新品 你可帮我提提交 好啊 都说江城人不爱吃便食 没想到你还挺喜欢的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 难怪我一见你就觉得新鲜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哪里呢 更不知道我家人在哪 姐姐 其实我一直在找妹妹 她现在应该跟你差不多大了 你可以 叫我一声哥哥吧 哥哥 我在 哥哥在 快找东西 借着找妹妹的理由 你坏了多少女人了 少男女过头的思想甩色舞 我跟焦焦是清白的 不是 行了行了行了 别打了 富雄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居然觉得那种东途浪子 我是焦焦的哥哥 我警告你 以后离焦焦公远点 再让我发现 绝不找你 顾书芳 抱歉 她不是故意的 顾同 外面有个自身是您妹妹的女人 找你 什么 带我去见她 我先给你上药 可能会有点疼 你先忍惹 你不生我气了 气你什么 是气你怕别人伤害我 气你保护我 还是气你以后再过我的感受啊 我以后 不会怎么冲动了 其实 顾如风她真的不是坏人 我也不是那种分不清黑白的人 你也别总是对她如恋大敌似的 今天 我们就是感觉 彼此好像是兄妹一样 一时激动 但是 绝对没有任何暧昧的意思 其实 他们的兄妹关系还没调查清楚前 还是不要告诉佼佼 免得让她失望 我答应你 以后不会了 来 我找妹妹的事并没有大肆宣扬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天 我去酒店 整理道歉 听听保镖说 我 对不起 哥哥 哥哥 你别怪她 要不是她 我们兄妹俩还不能相认呢 赵小姐 如果我现在还是当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副打扮 你还会觉得我是你哥哥吗 如果你不知道我的身份的话 你还会来找我任哥哥吗 我想你并不是我的妹妹 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数级妻女 说过我不厉害点 恐怕我早就死了 我太没有安全感了 才那么尖锐 我以前 还差点被男人欺负过 所以 才会那样对你 哥哥 你看 这块胎记 我从小到大都有 就算我偷离你找妹妹的事情 那这个胎记 我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啊 这还不能证明我是你妹妹吗 没错 就是这块胎记 你二十五岁 也是江城人 你就是我亲妹妹 雪儿 哥哥一定会加倍补偿金的 再也不会让你受欺负了 妹妹 这是我这些年给你买的首饰 不喜欢的话 我还给你准备了黑卡 喜欢什么随便买 这栋半山别墅 也是我给你准备的 这些佣人也是照顾你的 有什么需求 尽管和哥哥说 嗯 哥哥真好 之前你帮着你佼佼对付我 我都要难过死了 之前不知道你的身份 现在哥哥肯定最疼你 真想看见你发现你佼佼才是你妹妹的表情 不过你永远不会知道了 好了 我现在要去试杂分公司了 很快就回来 在家乖乖的啊 照顾好的 是小姐 余佼佼佼啊 我现在多么的疯狂 我怎么让你看不见 你不送你着急跑什么呀 你去哪儿啊我送你 不要 我接了一个大客户上门做饭的订单 就在半山明日三菱 我先走了 那个啊 副总 外面传言说 顾总的妹妹已经找到了 竟然是赵雪儿 她 赵雪儿明显撒谎了 电影检测报告显示 夫人才会顾总的 是兄妹 抱好了她的狗胆 敢抢娇娇的身份 查 顾北风现在的位置 是 这家的装修可真不错 我都告诉副总 西方就是我 那天 嗨 李佳佳 我们又见面了 你怎么在这儿 难道你就是给我下单的那个大客户 没错 我现在是顾如风唯一的妹妹 叫你上门做饭 那是看得起你 顾如风 找到妹妹了 没想到她这么好的人 又有你这么个黑心肝的妹妹 叫雪儿 你又发什么疯 顾总反复强调 让我们照顾好小姐 这就是你对我家小姐屋里的下场 宁娇娇 人在屋檐下呢 不得不低头 我 偏什么向你低头 你这当我不做了 钱 我退你 干什么 干什么干什么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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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这扇门 你还想走啊 我告诉你 我赵雪儿 今天非要把这口恶气给出了 你 你就不怕顾如风看到你真面目吗 她今天不在家 哎 你放心 我做什么 她都不会太接的 行 你们人多势众 我给你教 说吧 想要做什么 要不 你把这些辣椒 剁碎 再磨成粉 对于你这个大厨来说 不能 这些可是魔鬼家 你又没有手套 我怎么处理啊 要么用手剁 要么用嘴角 这点小事 谁看着办呗 嗯 行 我剁 哎 李晓晓 你是不是活够了 小姐 干什么 干什么 过来 啊 赵雪儿 有本事你就把我放了 别急啊 喝口茶 消消气 火气那么大干嘛呀 喝一杯茶 这杯茶在炭火里烧了很久 绝对呢 啊啊 给药卧 啊 就算变成豪门千奇又怎么样 就你这样的人 得不配位 吃得没法事 这个下三岚的女人 怎么配拥有这块抬起 副云航 你来这里干什么 顾家不欢迎你 我来找娇娇 而且你被骗了你知道吗 其实 是 3001 这不是 娇娇接订单那家吗 副云航 上次你闹事了 我已经尊重你和娇娇搬离酒店了 你别太过分 顾如风我问你 你认识赵雪儿做妹妹 你把她安排在哪儿了 你怎么知道我家事 这个别墅就是我送给雪儿的 她当然在这儿 你干什么 顾如风 我现在焦焦就在别墅里 再拦着我 后果你承担不起 今天 我就让你尝尝得最美的词 你放开我 住手 起开 放开 焦焦对不起 我来晚了 回了 雪儿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回了 雪儿 这是怎么回事 哥哥 我本来是想请你焦焦来家里切做厨艺 病史前线 没想到 他有辣椒辣我的眼睛 看我的眼睛红的 我来只想给他点教训 哥哥 给我做主啊 顾总 你不会含偏心这个赵雪儿吧 我们家夫人 刚刚可是差点丢了命 你 焦焦 雪儿流浪在外不懂事 我可以好好说她的 也会好好补偿你的 不用 我不需要你提她道歉 顾如风 瞪大你的眼睛仔细看 来 焦焦 她是你妹妹 焦焦是谁呀 啊 怎么回事焦焦 你怎么有和雪儿一样的台阶 我一直都有这个台阶啊 顾如风 恐怕是赵雪儿的台阶 和焦焦的一样吧 这个 是赵雪儿去医院 做胎剂手术的证明 自己看吧 试点有医院的工程 赵雪儿 怎么回事 哥哥 我的胎剂是真的 这个文件 一定是他们来造假 来诬陷我的 你焦焦明明就是有家人 就是那个黎康 她怎么可能是你妹妹啊 哥哥 你已经把我弄丢这么多年 还要我认你欺负吗 这 这什么这 我举行 我举办过 试财大会 赵雪儿 就是耍了冒名顶替的把心 这一次是故技充施 是 姑姑 你去星药酒店打听一下 内部员工全部都知道 你真的要相信 一个有钱磕的人啊 还有这回事 我们家夫人 是在家里偷偷抱来的 不是赵雪儿说的呢 我是很羡慕赵雪儿有个个部长 但我不去碰死她的身份 可是我家人也在找我 他们知道我这样受委屈 降与被冤枉 舅舅 嗯 这是你和我们夫人的 爹爹解释播放 结果显示 你们才不及 找到我亲人了 你最好一五一十的给我讲清楚 否则你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哥哥 你为什么总相信外人说的话 我从小就缺爱 所以做错了很多事情 可我也吃过教训啊 真的没有想 傅云魂间为了李娇娇出气 居然来污蔑我 他在江城之首这天 我和他老婆紧了车 那还不成了火把子 哥哥 你才是施单一波的 没有水发 夫人好 你一直是我为引中钉 我无法轻易相信 顾无封你 顾董 那我的话该信了 这是您和赵雪儿的DNA检测报告 结果显示 我们毫无关系 赵雪儿认亲时 小人得志的表情 让我很怀疑 可没有证据 不想打扰你的心情 就偷偷做了DNA检测 确定她是骗子 才敢告诉你 不是这样子 可不是这样子 够了 你竟然敢欺骗我对妹妹的感情 想受着我给我妹妹的礼物 还在我顾家的地盘欺负我妹妹 把她送去十八处 我要坐牢 我要坐牢 还有你们这帮有眼无数的东西 都没写过了 你滚 不然好吧 走 走 小小 你能原谅我吗 我不想忘了他过你美的谁 我只想跟家人同聚 哥 胡云侯 谢谢你一直守护着我妹妹 我看在你是娇娇哥哥的份上 我不计较 但是 别想让我喊你大哥 你我一样大 你想叫 我还不答应 不管怎么样 那以后我就可以收获双倍幸福了 当然人 到了 这是 奶奶的寿宴 之前不告诉你 给你个惊喜 你这惊喜也太惊吓了吧 奶奶怎么不提啊 奶奶不让告诉你 而且 寿宴结束之后 咱搬回老家 我还是觉得两个人的小日子 比较舒服 先住着吧 关键事啊 如果搬回去住了吧 奶奶肯定会催生的 那你快这样 什么时候你想生呢 什么时候怎么都搬回去 不想 让我们回到零天 黄昏日落的时间 黄昏日落的时间 黄昏 黄昏 怎么哪都有你啊 真是阴魂不散 这俩是 他是我大学同学 现在在你公司当总监 另一个也是你公司主管 事不招 什么妈呀 你们嘀咕什么呢 不给傻瓜论成本 站住 这人呢总要有自知之明 今天是副总奶奶的生日夜 你什么货色 也敢来参加 要是金老副总和副老夫人 你担待得起吗 凭什么你们能来我不能来啊 就凭你是个家道中落的废物 没资格 是今天公司门口碰到老奶奶 带我来的 你有意见啊 那个老太婆啊 我见过一次 又脏又臭的 恐怕给傅老夫人提鞋都不配吧 你竟然说是被她带进来的 真是天大的笑话呀 楚希 我奉劝你 逢人静三分 骨子早晚出没头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还当你自己是千金小姐呢 你现在 连过街老鼠都不如 干脆去找那个乞丐不啊 在垃圾堆里呀 捡捡残根剩饭 解解馋呢 你别太过分了 李娇娇 你混进来的还敢这么猖狂 是想引起副总注意吧 人家副总身价千亿 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还能看上你 不会说人话 滚出去 秀 哈哈哈哈 你是哪个错 我是富士集团的人事总监 副总的左膀右臂 我都没见过你 你去混进来的吧 你知道舍我 要付出谁代价 坐手 什么代价 示范一下 大胆 李俏俏 这就是你带进来的野男人 我老公只是教训了一个垃圾 有什么错 可得罪我 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在江城吃不了兜着走 渡口 好 在我傅家的地盘 你让谁吃不了兜着走 傅老夫人 您终于来了 是我们惊扰到您了吧 你妈 她是傅老夫人 娇娇 还不过来奶奶身边 自家的地盘 还被外人欺负 臭小子 也不知道照顾好孙媳妇 孙 孙媳妇 李娇娇是傅老夫人的孙媳妇 那她老公岂不是 副总 不可能啊 她们怎么会是副总 和总裁夫人呢 你是谁带来的人 在我面前还敢撒野 我是 老 一个没眼色的东西 副总 副夫人 是我们有眼不知泰山 狗眼看人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刚才谁对夫人无理 道歉 是是是 不信 还不可以跟副夫人道歉 对不起副总 总裁夫人 刚刚是我出言不许 还请你原谅 来人 把这两个扫兴的家伙 扔出去 副总 副夫人 副总 多谢奶奶我们出去 那就陪奶奶吃饭去吧 嗯 让你调查黎娇娇的婚姻状况 查怎么样了 好 我知道了 怎么样了 黎娇娇是不是真的嫁给副总了 不是 她嫁给的是一个普通的人 况且副总 从来没公开露过面 也没传出过结婚的消息 我们 都被黎娇娇给坑了 这次她害我这么丢人 我一定要逃回来 啊 哎 嗯 傅云恒 你为什么在我床上 咱俩不已经结婚了吗 结了婚再分房睡 让奶奶知道得笑话死我了 可我们刚结婚不久啊 这样 我保证一动不动 那倒也不至于 嗯 好吧 你可以睡在这儿 但不许动手动脚 嗯 佳佳 嗯 要不你来富士集团上班呗 我想每天都看见你 而且现在富士集团 刚好也缺一位总监 是你的强项嘛 好啊 但我不想麻烦别人 不会麻烦别人 而且我让人隐藏了咱们俩的婚姻状况 只要你不去跟别人说你是傅夫人 没有人知道的 看来你是有辈而来啊 嗯 睡觉 晚安 哈 今天副总下班 要不你去逛商市 车就先不用了 你停车户就行了 呦 副哥 您这块表可看起来不便宜啊 什么呀 这是副总落车上的 谁不知道您是副总身边的红人 说不定副总一高兴 给您个分公司管管 到时候别忘了兄弟我 副总 哈哈哈 你可别嘴皮了 你该把车停了 哎 副总您慢走 哎 哎 李娇娇 你敢假装总裁夫人害我丢脸 我定会成为真正的总裁夫人 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哎 哎 啊 你没事吧 我的脚好疼啊 你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 谢谢副总 啊 不用叫我副总 叫我副自林就行了 哎 钥匙 走吧 初心啊 你怎么会从副总的车上下来 你该不会再跟副总谈恋爱吧 副总不想公开啊 你们可别乱说 哎 初心 那我们都是一个部门的 以后你发达了 可别忘了我们 是啊 可得邀请我们去参加你跟副总的婚礼 我不求能遇到像副总那样的钻石王老五 只要演的是个大老板就行啊 都好说 李娇娇 你空降座部门总监得不配位 我现在宣布你被调岗了 以后整栋楼的厕所 你来打扫 我凭什么听你调钱啊 你以为你谁啊 李娇娇 你真是向天借胆 竟然敢对副总的夫人不见 我看你就是嫉妒楚西一步登天 西里不平衡 可惜啊副总就是看不上你 不过是从副总车上下来就觉得她是总裁夫人了 这年头碰瓷这么容易啊 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的身份 我现在命令你去扫厕所 那种臭红红的地方才是你该呆的 我看最臭的不是厕所 是你的嘴 你除了会自欺欺人耍总裁夫人以外 你还会干什么 职位没我高能力没我强 唯一比我出色的就是你的厚脸皮 你还有我怎样评价你可悲的人生啊 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滚出父亲集团 你拿什么让我滚出去 你不是自称是总裁夫人吗 那你倒是说说啊副总电话多少 她的私人住址又在哪 一辆修车工就能碰的车 你凭什么下来就说自己是总裁夫人了 不是啊你们竟然相信他说的话呀 我可是副总亲自送回来的 可我觉得李娇娇说的挺有道理的 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副总 楚汐要不你当着大家的面给副总打个电话 证明自己 副总日理万机的 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小事打扰他呢 刚才不是说自己是总裁夫人说的很好吗 那现在怎么一通电话都不敢打 你跟副总的感情这么深说 有什么底气觉得他会帮你啊 你 这个呢是副总的手表 我要是跟副总没有感情 他的手表怎么会在我这呢 我认的这个手表就因为副总带过 登上了国内顶尖时尚杂志 价格也都吵到了两个亿啊 楚汐 你既然有副总这么死人的东西 你们两个欠扎到哪一个了 我跟副总之间呢有很多不可描述的事 哪能都说给你们听呀 傅云恒绝不可能是这种人 还好副总的手表落在我的包里 不然还真堵不住他们的嘴 哎呀 楚汐 你凭什么乱扔别人的东西啊 哎 李娇娇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我不要的东西你也没资格碰 来人 把李娇娇的公牌给我摘了 把他送到厕所去 告诉宝洁他的接班人来了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你除了会照尸亲人以外 你还会干什么 胳膊拧不过大腿 你得罪总裁夫人没有好果子吃的 对呀 你就乖乖的去扫厕所吧 起码还能保住在这富士基本的工作 楚汐 你不是自称是总裁夫人吗 那你怎么可能到现在还是一个行政总监啊 而且你这么讨厌我 又怎么可能会让我进公司 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李娇娇你就别挣扎了 楚汐连副总的手表都有 赶紧总不是一如反掌的事吧 对呀 你就别给大家添麻烦了 你就乖乖的去扫个厕所 你是争不过人家总裁夫人的 你怎么放开 楚汐 你是不是忘了昨天晚上在傅奶奶生日宴上 你被宋猪瓜打的 而且还当众向我道歉的事情 大家应该都还没有 啊 你不说我一记得 我现在就还你这巴掌 昨天晚上我已经给你留了脸面了 没想到你还是这么不要脸 如果你是总裁夫人的话 为什么傅奶奶只护着我不护着你 楚汐啊 有些事情 骗骗自己就算了 昨天晚上好像确实是这样的 傅总奶奶还对林娇娇特别亲切啊 我真是糊涂了 他们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呀 真是阎王爷大家小鬼造谣 要不是你向傅总奶奶献媚 他怎么可能会笑着你呢 好啊 口说无凭眼见为师 有本事你现在就带我们去找傅总 傅总今早分明对我有兴趣 应该很乐意帮我交信林娇娇 好 我们现在就去见傅总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傅希 你可要想清楚了 如果待会见到了傅总你的谎言被拆穿 以后你在公司还怎么换 李娇娇啊 你该不会是心虚了吧 傅总呢是肯定会为我做主的 把你赶出傅氏集团 让你在整个业界乃至江城都没有立足之地 李娇娇 你就跟傅希服个软好好道个歉 免得脏受这些无望之灾啊 是啊 傅总是多么高高在上的大人我 他一句话就能毁灭了你的出路 你现在这么挑衅他的夫人 小心承受不住他的怒火了 凡事都要有个了断 我行的端做的证 干嘛要怕他生气 妹妹在这儿跟着啊 傅总 李娇娇他目中无人欺负我 你要帮我好好教训他呀 你让他帮他教训谁啊 你不是李娇娇的老公吗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哎呀思琳啊 你说你都不知道他有多讨厌 真的是烦死 你干嘛呀 不是 你们怎么也啃进来了 我老公啊也在这家办公室上班 傅希 你的谎言该到头了 我们都没见过副总 李娇娇这意思是说 这回才是副总 那娇娇岂不才是总裁夫人 那刚刚的事别生气啊 没事 我知道你们是被他误导了 过来呢 我希望不管我们哪儿 谁是总裁夫人 大家都要坚守本心 不要人云云云去言不适的 这我们还怎么服务好酒店客人 嗯 知道错了 思琳 明明你才是总裁 为什么不拆穿他们呀 啊 我 原来傅希把傅思琳认成了总裁啊 有点意思 没错 他就是副总 副总啊 没想到你喜欢这样的女人啊 嗯 我 副总 恭喜脱单了 我 不是 副总 啊 总裁的办公室巨这么多人 影响不好 啊啊啊 那那个都都都散了吧散了吧 哎呀 朱欣姐你别闹了 啊 天哪 这是个什么事啊 到底谁才是真正总裁啊 你没看他们两个都跟副总打招呼了吗 那肯定处心的男朋友才是总裁啊 思琳啊 啊 你都不知道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呢 我不喜欢这个李娇娇 你快把它开了 你这不胡闹吗 别说公司它不是我的 它就算是我的那也不能开李娇娇啊 你 啊不不不不 我是说我是说那个呃 这个公司它有完善的体质 它又有这么多股东 呃所以 嗯那也不能听你的呀 我还要说我先走了 去去去去去去去 好了已经没事了 大家赶紧回工作吧 焦焦你好威风啊 凌微不惧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还有你老公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竟然敢叫总裁做事啊 我 总裁秘书啊 天啊 头一回听说训总裁的秘书 真是太崇拜你们夫妻俩了 以后我们绝对不会再被楚戏带着走了 看来总裁也没有那么听他的嘛 好了 赶紧回去工作吧 嗯 对不起啊 没经过你同意就让你配给我演戏 还说你是秘书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楚戏又欺负你了 嗯嗯嗯嗯 你放心 我怎么能认他的妻子呢 我这不是带他上面来打假吗 可你最后还放过了他 我除了不想给主席当做难堪以外 还想给他一次机会 我这也是为了防止很大的麻烦嘛 如果让大家全都知道咱们两个身份 我以后还怎么安心和你做 可如此一来 他以后在公司可就仗势欺人了 今天他被大家眼中的总裁那么一吼啊 哪还熬气得起来 行 师父不走了 下班 还没到下班时间呢 你是总裁夫人 你怕什么 我才不怕呢 反正这家公司是你的 早退 就早退呗 走了走了走了 佳佳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不太合适 找个时间 我跟思琳说说 还是把事情说清楚 比较好 我其实也不是怕麻烦 我主要是怕我那个后妈 如果我们的身份没有暴露的话 找到公司也看不见我们 省去了挺多麻烦 这样也挺好 行 那我就舍命陪夫人 委屈我自己咯 再做几天 总裁秘书 李娇娇 你别以为你今天赢了 我才是总裁夫人 你不过去嫁给了个秘书 有什么好得意的 主席 你能不能不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啊 秘书怎么样 总裁又怎么样 都什么时代了 能不能不要这么势利 你就嘴硬吧 等我嫁进了傅家呀 疼了豪门太太 吃香的喝辣的 出行都有豪处的日子 你就羡慕吧 那我就祝你心想事成 我和我老公吧 在来月晚的小家 不知道我多温馨 用不着你操心 不就是趟学区房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喂 喂 思琳啊 人家住得太远了 你能不能在公司附近的蓝月湾 给我买一套房子啊 啊 爱你 思琳啊 你对我真好啊 居然买了低端这么好的房子给我 花了不少钱吧 哎 不总为了给夫人弄乐子味 还特地把她买的这套房子借我演戏 要不是给她奖金丰厚 我才不想演呢 你开心就好 哎 李娇娇 我肯定是心疼楚西上下班辛苦 让她不用通情呢 楚西啊 你好幸福啊 所以呢 我决定开一个暖房派对 就当庆祝我搬家了 你们都来吧 李娇娇 你也来吧 不用了 谢谢 娇娇 楚西也是好业 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 别闹太僵吧 是啊 这可是地段最好最高端的蓝月湾 去转转呗 哦 对了 楚西 你的门牌号是多少呀 到时候我直接把礼物寄过去 我住在七号楼 1605 随便送点就行了 其他的 副总都给我买好了 你说你住在七号楼 怎么 后悔了 李娇娇 你不是也住在蓝月湾吗 说不定还能跟楚西做邻居呢 我和他何止是邻居 还是房东和租户的关系 好啊 我去 李娇娇 这次我一定让你看清楚 我们之间的差距 不许航 你知道吗 楚西买了我们家其中一套房 这事我知道 司令跟我打不着会儿了 怎么了 我本来都已经给过他机会了 但他非要上赶的找查 你说 我在他最疯狂的时候 给他当头一把 动不动快 你是玩得高兴了 你可没管我啊 我在自己的公司 还得跟自己的媳妇保持距离 那我怎么着啊 好吗好吗 那 安慰你一下 这就完了 行行行行 行行行 琢磨鸟似的 剪开它 那等一下我们去买菜吧 一会给你多一桌子好吃的 行 走 华夕 你家也太大了吧 副总对你可真好 随手就给你买了套房 听说这个小区啊 还有学区的名额呢 那就说明了 副总是想跟楚西有未来的 到时候别忘了叫我们参加婚礼啊 好说 这是空气进化器 小着你搬新家应该会需要 还有我的还有我的 哎 想想你送了什么呀 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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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面镜子 你多照一照 面的以后得意忘心 你 我好心要紧 你就这么个素质 你是嫉妒我 轻轻松松就得到了一套房 你和你老公只能租房子是吧 不过一套房子也有什么好在意的 你想从我这儿过得优越感 老天 让你说 娇娇 来都来的 是呀 她是总裁夫人 不能得罪的 李娇娇 你早这么实实物就好了 我呢真替你感到可惜啊 都说女人结婚是第二次生命 你那头领的烂胎 又嫁了个这么没出息的老公 不惜 你马上向我老公道歉 你也配让我道歉啊 你现在无论是地位还是男人都比不够我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你那还是好好伺候你的老公吧 免得到时候离婚了 半忙钱也分不到 不过是一套房子就让你这么炫耀 那你的眼睛还真浅 凭你现在的阶层呢 是只能看到一套房子 但是我看到的是背后的实力和人脉 这些都是你这辈子无法拥有的 就像现在 我轻轻松松一句话 就能把你轰出去 娇娇 你就跟储夕道个歉吧 就是谁 这样是被赶出去的多丢人 我是这儿的业主 凭什么他赶我走 李江江 你不过是个租客 竟然说自己是业主 开什么玩笑呀 哎呦 你这撒谎也找得好的理由啊 正好 我没有耐心批你玩 你好 我是七单元1605的业主 麻烦你现在来一趟 娇娇你是不是气傻了呀 这是储夕的房子呀 要不别叫我业来了 要不你多尴尬 李江江 你还说你不在意呢 其实心里是嫉妒我的吧 我能真替你感到可悲 这辈子也就过过嘴瘾了 到底谁会离开 物业来了自会分枪 完了 业主上门感人了 这怎么办呢 李江江 我劝你呢 现在跪下给我道歉 我呢还能让物业 不把你轰出去 这个小区啊 猪得非富即贵 带不及啊 也是商圈的同行 你该不会想在江城混不下去吧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都不急 你急什么 行 您好 有什么需要 我是这的业主 这个人非法宠入 我要你们把他赶出去 以后别再来月弯出现 李小姐 您不是这栋房子的业主 这租客怎么说您非法宠入 是不是他们仗着人多欺负您 需要我帮您报警吗 不用了 让他即刻搬走就好 好 我现在就好了 哎 慢点 你糊涂了吧 我才是这个房子的业主啊 这个房子 是我男朋友全款买来送给我的 关他什么事 这种房子早在一月之前 就由李小姐的账户 全款购入 赠给李小姐 我看了 您的只是租赁合同 并不存在业主关系 什么 我不信 你给我看看合同 还真的是自房合同 怎么回事啊 没想到副总居然用租来的房子糊弄出现 难道副总没想跟他有未来 只是想跟他玩吗 我可是总裁夫人 你们居然敢在背后脚我舌根 我老公可是堂堂副市集团的总裁 你这么对我不怕失业吗 初小姐 我们也是按照规矩办事 既然您是大名鼎鼎的总裁夫人 您就不要为难我了 现在 李小姐让您立马离开 您要是再不离开 那就是非法闯入了 李家长 这些都是你故意的 你就是想看我出丑是不是 是你一直咄咄逼人 你大凡肯安分手机 我也不会撕开你的折缩部 现在啊 离开我的房子 就是他 影响业主生活 带走 放开 我自己走 娇娇 你给我等着 娇娇 你不会受我们气吧 我们刚才可没欺负你 还帮你说话 放心吧 我没生气 不过你老公也太厉害了 居然买下一栋楼送给你 光租金都收到手软 你下班辈子 躺平都没问题啊 是 没想到一个总裁秘书 这么赚钱 还这么大方 娇娇你好幸福呀 楚西就惨了 整天炫耀副总 对他有多好 没想到人家 根本对他不上心 要是公司的人知道了 那他的脸不就丢尽了 既然我今天 已经教训了他 那大家 要记得保密啊 都让人出钱要人嘛 娇娇你人也太好了吧 哎 站住 谁要你假好心呀 丽娇娇 别以为你今天赢了 我跟你没完 楚西 你平日里面 一直耍总裁夫人的威风 人家娇娇都没跟你计较过 今天明明是你错了 你又何必揪着不放 你 好了 没事 我今天还有约 就先走了 娇娇 特价菜开售了 走吧 啊 买得起大楼 开得起豪车 娇娇这是 嫁了个隐形吧 总吧 最重要的是 他还愿意陪娇娇 一起去抢特价菜 这么懂生活又专情 才叫好男人呢 娇娇 我给你打个下手啊 你又不会做饭 还是我来吧 我不会我干别的呀 而且 在公司就看不见你人 到了家 还不让我给你多待会儿 嗯 既然副大总裁都这么说了的话 那你就洗菜吧 之前你不是说 自己家务干得很好吗 不是 我 看好牛 洗好酒 哎 我当时我 随口圆黄武瞎编的吗 从哪儿开始呢 我洗 怎么样了啊 副大总裁 差不多了 还有两个新的 马上洗了 副云豪 你洗菜为什么会有泡沫 我看这鸡蛋不是脏吗 我就拿洗血精给洗了 现在不都说菜上有虫篓 然后就一块洗 好 你举于反射的本事啊 真是 笑 你笑话我 你说笑话我呗 我笑你啊 就觉得你可爱 我来示范一下 以后啊 就知道该怎么做 看到没有 嗯 好了 才洗完了 剩下你收尾啊 好 先把手洗干净 安静 别闹 别闹 谁啊 大清早的人 清梦 李娇娇 你说你好好的 航门太太不当 要住在这种房子里 真是吊档刺 你来干什么 黎氏集团的事情 不是都给你解决了吗 我可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找我的好女婿的 她人呢 什么女婿 谁承认你是我红妈了 哎呦 云恒啊 上次你拨的五个亿 确实解了我的两位知己 不过你也知道 我们公司 好歹也是江川有名的大企业 这点钱 还是有点折经见肘的 何贿 上次云恒给你五个亿 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你怎么还好意思来要钱 哎呦 五个亿才有多少 这次 再给我十个亿 十个亿 你把傅月红当提款机吗 我不可能再让你占半份便宜 死了这条鞋 死丫头 这就胳膊中往外拐了 别忘了 家里还有你爸爸的领域 你敢做了一位丝丝 小小小 我可以再拨给你十个亿来 傅月红 你糊涂了 哎 我就知道我的好女婿 不会让我失望的 以后你要我做什么 尽管开口 我都会答应 好 那就请你尽快搬出离家 好 这是什么意思 自明意思 你不光要搬出离家 以后离世集团的任何事情 你都无权查实了 自今日起 焦焦会以离世集团继承人的身份 管理这条公司 原来他是想替我撑腰 我可是焦焦法律上的妈妈 公司也有我的份 你这么对我 就不怕被人吹几两股吗 原来你也知道 你只是我一个后妈呀 自从我爸爸离世以后 你就架空我 离家半毛钱 我都没有权利支配 现在你有什么资格说说语气 我在出来之前 已经给乌月打个电话了 如果你不想被扔出去 最好自己走 这件事 我会让我的秘书 从头盯到尾 由不得你抵蓝 好 我走了 你好 谢谢你帮我 跟我还说谢谢 咱们是一家人 而且你永远可以相信 我永远会站在你这边 可是我怕何会去公司闹 影响你名誉 不会的 不会让保镖在楼底下盯着 今天晚上 咱们去陪奶奶吃饭 好吗 好 李嘉嘉他老公还炫上他的新车呢 可你呢 这会让我丢脸 倩 我要是总裁 我看得上你 其实那辆车是我借给他老公的 你别生气了 真的 等我来 不不不不 当然是真的 我就说嘛 你一家这样一个坑洛 怎么可能叫你这么好的老 原来是个打成脸充胖子的水货 我可以原谅你啊 但是你给买个包 补偿我 好好好 买买买 我回头去给你买好不好 我还能有事 我要去公司开会 行不行 别人气了啊 别人气了 让开 对不起你不能进去 告诉你们 我可是李娇娇的妈 你们晓得李娇娇是谁吧 你现在不让我进去 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让开 让开 小心 小心 谢谢你啊 这些狗眼看人家的东西 肯定是李娇娇安排的 我是她同事 你找她有事 你不知道 我是她后妈 她把我赶出去 现在把我的卡都给冻结了 你说 这让我以后可怎么活呀 她平时在公司就到处树林 我早就看她不顺眼 阿姨 你得拿捏出她的把柄 不然她是不会听你的话的 那 你可以帮我 当然 可曾有可 合作愉快 你可真是稀客 找我有什么事吗 自从上次被您教训 我深刻反思 真是悔不当初 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 实在是想求得您的原料 这才登门的 过去的事 我不计较 你的心意 我收到了 你可以走了 傅老夫人 我其实呢 还有一件事 明天我们部门举办培训活动 希望您能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好 明天我会准时到场的 那我就不掏扰了 告辞了 出来吧 奶奶 您还打理她干嘛呀 你以为我不知道她在公司做的事 我可由不得别人欺负我的孙媳妇 我一定戳穿她的谎言 奶奶 您可以瞎明不动 毕竟我和她一直都是小大小闹的 如果她真的请您去指导工作的话 那就先放过她 如果她再敢闹事的话 我也不会手软 哎呦 佼佼 你的心太善良了 奶奶果真没有看错人 快点赶紧给奶奶生个大孙子 奶奶就更高兴了 奶奶 你这话这蠢的也太突然了 这个事呢 起不来 为什么 难道是你不行 谁谁谁不行啊 臭小子 我就说你怎么死活不愿意结婚 佼佼 别担心 我会给云恒好好调养身子的 奶奶 您放心吧 她没问题 您一定会抱上她孙子 哎 这可是你说的 奶奶可就等着了 这位啊 是傅家的传家宝 以后就归你保管了 里面还有所有 附加的保险柜的钥匙 你收好了 这么多钥匙 那保险柜里得多少钱啊 不多 也就几千个亿的资产 以后 整个附加都是你的 这算什么 这算什么 看到没有 我有钱了 以后 我招着你啊 嗯 好 反正我都是你的 我没意见 哎呦 万年的铁书一开花 这说话 可真够肉麻的 哎 说件事啊 你们 怀疑我对储夕的感情 就因此挤兑她是吧 我告诉你 储夕是我的女 也因此是女的上司 以后 谁还敢不救 就滚出去 都看见了吧 我还是说一不二的总裁夫人 你们要是不想失业的话 就都得听我的 李娇娇 部门活动这么大的事 你都能迟到 你也太玩忽职手了吧 怎么 又想顾及重拾 让总裁把我开了 开了你有什么意思呀 傅老夫人的马上就要到了 你这种脏东西啊 只会爱她的眼 来人 把她给我关到厕所去 活动什么时候结束啊 她什么时候出来 储夕 你现在耍的总裁夫人的威风 和你当时勾的宋主管联手欺负 有什么区别 能不能让她长进啊 李娇娇 宋汉可是要讲证据的啊 好 那 这是公司楼道的监控视频 你当时和宋主管贴这么近 瞧瞧瞧话呢 还有当时在傅家家宴上 逆宋主管女伴的身份出席 勾搭成奸 还想抵赖 不是这样的司令 视频能有假吗 初心 你跟我说你是第一次谈恋爱 但我没想到你是一个为了能上位 而出卖自己的人 咱们分手吧 司令 司令 听我解释 事情呢 就是这样 让她假扮总裁 是我的宋主 感觉她每天挺辛苦的 要不 给她加点奖金 行 好 那我就先走了 站住 来人 让她给我送到宋主管办公室 哎 小口 臭丫头 害我今天被全公司讨论 我今天非要好好叫醒叫醒 老夫人 我可是亲眼看着娇娇摸着宋主管进去的 不行 我带你去看 那 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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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都是李娇娇 他不应该我 不干我的事 你说 这是娇娇 老夫人 就算我是李娇娇的后妈 他这样乱搞男女关系 我也要大一免弃的 李娇娇 你还不把头套摘下来 敢怎么不敢认了吗 我先看看你这个属性腰块 李娇娇 你 你这个败坏家放的死丫头 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 我就给你留点颜面 你何自为之吧 何惠 你不说要大一灭亲吗 怎么 后悔了 夫人 我这不是怕脏了您的眼吗 陪秀活动不是要开始了吗 我先扶你过去 走 什么怕脏了哪个眼啊 一起看看呗 李娇娇 你怎么在这 那这是谁呀 怎么是你呀 我怎么干什么 我让你们穿了李娇娇 疯了 初心 你仗着自己是总裁夫人 仗势欺人 我已经惹你很久了 这人还想害佳佳失去清白 怎么会有你这么狠毒的人 初心 你就去享受你亲手安排的一切 啊 你你不能这么对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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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话 不是 走 初心和慧你们好大的胆子 老夫人 这一切都不管我的事 是初心他任我这么做的 你以为你能推卸责任就万事大吉了吗 我早已经掌握了你挪用黎氏集团公款的事情 来人 带走好好调查 不用 我不走 放开我 李先生 我可是你再会骂 你这样做 会惦你难受的 把他嘴堵上 带走 放开你 初心 之前的事情我都可以放过你 但是你千不盖万不盖动了歪心思想要回我清白 现在 该轮到你了 我可是总裁夫人 你敢这么对我 来人呢 把他给我抓起来 有我在 谁敢动他 有我在 谁敢动他 初心 世道临头别丢人现眼了 现在收手还能保全掩命 你们竟然敢这么对我 竟然敢算起我 我要让你们消失 有我在 你让谁消失 老太太啊 你别让李娇娇给骗了呀 她一心就存着勾引副总的心思呢 她一定是提前打听了消息 知道了您的身份 那天才会替您出头的 这都是她的计谋呀 哦 小娇 如果你不知道我是总裁的奶奶 你就不帮我了吗 就算您只是一个普通男男 我也不会袖手放官 出席 别遗疾夺认了 哼 听见了吗 娇娇才跟你不一样 视力眼 老夫人 你别被她骗了 她和这个野男人 不服从公司管理啊 多次挑衅上街 还只是员工内讧呢 你可不能留这种人在公司呀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我孙子的公司这么乱啊 自成 副总 你可算来了 你要为我做主啊 老夫人 你不信的话可以问副总 是不是 副总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搜集了宋主管和楚西 向于公司职务之边 来收取礼金和挪友公司公款的证据 执法署的人 已经在外面 等着把他俩带走 陆森林 你在说什么呢 你才是总裁 你怎么叫他副总啊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是总裁 卓西 你想通过我家的豪门的梦 也该醒醒了 怎么呀 作为总裁秘书 为的工作能力可以 但是看人的眼光 又该上去 天哪 他才是副总 那娇娇岂不是总裁夫人啊 原来处心仰仗的这位副总 是秘书啊 之前他和伙同宋总管 一起仗势欺负娇 没想到娇娇才是他们高不可怕的存在 怎么会这样 我到最后 还是输给了李娇娇 副总 副总 我对您 那是这么欣恳恳啊 求您高抬队贵手 放过我吧 子林 把通梦给我扔出去 好 被他出了 走 你给我走 主虫都清理了 你和云恒也得安心了吧 快点给我生个大胖娃娃呀 奶奶 喝这么多饭 孤哥好 孤夫人好 儿子 ť 只好 奸 写 それで 伙伎 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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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